彰化园林收费站前面呢 今天清晨有一台连接车 要通过ETC车道前面 结果一次来不及的减速 就撞上了旁边收费站的员工宿舍 实际还好是没有人受伤 但是因为狂浪一声实在太大声了 让收费站员工还以为发生了爆炸 这辆连接车前方有路不走 却偏偏往旁边的收费站宿舍撞上去 车头撞到宿舍柱子 玻璃碎裂凹成V字形 强大的撞击力道 也让后头的货柜飞起来 掉落在车道上 住在宿舍里的收费员 吓得奔出来查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还以为是爆炸了 不晓得啊 就因为那货柜掉下来嘛 就碰一声很大声啊 而且要撞到那个墙壁啊 这一期车祸发生在清晨六点多 这辆拉着大货柜的连接车 要进入园林收费站ETC车道时失控了 撞上了一旁的收费站宿舍 当时里头还有员工 幸好柱子挡住了 没有人受伤 他要坐大车ETC 他要闪避我们园林收费站前面的地棒的车辆 所以因为刹车不起 因为今天有下雨 刹车不起 有插撞到我们园林收费站旁边的宿舍 值得庞大的货柜将ETC车道阻挡了 交通塞住了 赶紧请来吊车 先把重重的货柜搬离现场 撞成飞自行的车头也没办法开了 只得请拖掉车来帮忙 警方说进入大货车的ETC车道限速50 但很多车子仍然抢快 来不及刹车 加上天宇路滑 肇事又酿货 中日新闻 陈孟辉 彰化报道